菲律宾马尼拉国际机场的停电风波 除了影响数以万计的旅客 也导致一些计划到本地工作的家庭帮庸形成受阻 恰逢学校明天开学和农历新年前大扫除 进一步推高终点清洁服务的需求 受访清洁公司表示 临时清洁需求增加了一成 也有业者说询问突然暴增六成 主要原因有两个 业者指出除了这个星期的需求突然增加 也有人预定接下来两个星期的清洁服务 为了确保人手充足 一些员工必须加班工作 甚至原本放假的员工也被召回 解燃眉之急